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yRadio在2017年10周年台庆期间 推出全新对谈节目《毓闻会客室》 参与对谈的嘉宾都是香港各界的重量级人物 节目虽然是录影 但丙珠百家争名之子 播出之前只是做技术的展辑 出席嘉宾的意见原汁原味播出 《毓闻会客室》两季26集节目重新制作 在YouTube频道恢复上架 2月份起 供各位MyRadio网友重温 逢星期四晚上10时播出 MyRadio捍卫言论自由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请各位新知旧语分享节目以表支持 多谢大家 欢迎收看《毓闻会客室》第二季第九集 今集的嘉宾是刘梦雄 telef和声中文字幕二 at once 青者自清,鼓养无人 此时此刻,我就备登 于軒的石夫妇 千锤万锥出生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青白在人间 多谢各位 第一句想跟林寺英國說什麼? 不值一提 為什麼不值一提是什麼意思? 因為歷史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生 歡迎大家收看《玉米回合室》 今集的嘉賓就是劉夢雄,夢雄大師 大家好 夢雄兄你好,終於等到你了 回看剛才那段影片,這是2017年 你在赤柱讀完書出來 我看接你那些全部都是保釣大將 是的,也說明到… 你在香港的保釣運動裡 你也扔了很多錢 是的,到目前為止 是全世界華人 捐資給保釣運動最多的人 你捐這麼多錢給他 去搞保釣,是嗎? 有一年我記得搞到陳旭祥 真是衛國捐區 他那次衛國捐區 有什麼效果呢? 告訴我,保釣到現在 其實來說,出於一種家國情懷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身為一個中國人 對祖國的山河大地 歷史文化人民 最近有一種情懷 你有一種情懷就是 中國一點也不能少 也不是 你記不記得中國一點也不能少 就是最近金馬獎的事件 中國、台灣 還有這個… 有個富裕導演 紀錄片導演得獎者上台說 我是很希望… 我的國家… 有些人變成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也不是說台獨 這句話其實也沒有問題 你中華民國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老實說 你即使可以… 很少國家承認他 他也是 但另一個就走上去說 我來到這個中國台灣 於是引起一些爭議 然後… 這個共青團的媒體 就做了一個圖 叫做中國一點也不能少 好了 那為何你… 這個日本首相 去跟習大帝 渣爬聊天的時候 大佬提也不提呢 那你這些… 自己私人、暗錢 就是保釣、買船給錢 九十多樣 牛真的每年都靠你 幫忙啊 你知道嗎 是啊 那你覺得 就是盡了一個 中國人的 你覺得是一個 加國情懷的責任 是不是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 因為… 我意思是沒有效的 有效沒有效 有時候的事情 其實就很難說 因為在當權者的眼中 例如領土主權 民族主義什麼 他們分分鐘可以作為一個交換 唯一保住他們的權 就不同說法了 你說共政團說 中國一點也不能少 那些人對歷史可以說 叫做一橋不通 在黑龍江以北 烏蘇里江以東 新疆伊犁地區 那裏被沙俄王 這個帝國 是沒有了一百六十幾萬平方公里 在蒙古西北角裏面 有16.8萬平方公里的唐龍烏梁海 連什麼條約都沒有 有些是在滿清時代 有些是在民國初年 就是北洋政府的時代 你記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第一次國共合作呢 就是孫中山認為俄國人 肯放棄在中國的權益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是加拉罕聲明 加拉罕聲明就是一個聲明 結果都是 口惟而實不知 現在我要說的是 共產黨建政的時代 都一樣拿不回這些地方 還有江澤民時代 還要簽下這些喪權辱國的條約 不僅止那裏 還有兩件事 說起來都要拍桌 第一件事 你想想 在1945年8月8日 蘇聯鴻軍出兵東北 人家早在1945年2月的時候 亞爾塔的時候 談得好數 蘇聯鴻軍出兵 你要我出兵 我戰勝德國法西斯之後 三個月會出兵 不過 第一 愛蒙要維持獨立 是我的衛星國 這個沒得談 第二 在東北中長路 這個權益 呂順裏面的權益 我要照樣地繼承下來 沒得談 第三 日本裏面 南庫葉島 千島 群島 所謂北方四島 要劃歸我俄國領土名下 所以這個 人家出兵是有代價的 我們 為何要拍桌 你拍桌 你出什麼兵 不是 我說的是另一單 對比 1950年 這個 十月二十五號 在宋朝朝 此 硬硬硬 垮 我們 血戰三年 死了幾十萬 保衛了金家王朝之後 在1961年 所謂中朝又好協議的時候 去滑界了 竟然將我們中國長白山 包括天池百分之六十多 那裏 整半的長白山 劃給金日成 這是共產黨 然後屠門江和鴨陸江 作為中朝兩國的戒河 按照國際法 當中的江深島 應該以指寒道為戒 指寒道這邊歸中國 這邊歸朝鮮 結果毛澤東大白一輝 全部送給朝鮮 這些歷史你很熟 慶果辣雞 還有 我還要問你 既然是這樣 你一個釣魚台有多丁大 是嗎 你為何要花這些錢做這些 我再說 越南來的北部灣白龍尾島 我們出人出力出錢 幫他援助越南去抗法抗美 到頭來 那個白龍尾島 還要送給別人 送給別人 你以那個為原生 200海里為半徑 立刻把北部灣都挖去越南 你說這些呢 所以一點不能少 說輕一點 火都會燙起來 這些我們都明白 那不是一點不能少 是一塊塊的少了 對釣魚島 我覺得很特別感情 基本上 如果有些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 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 我們中國是戰勝國 是四強之一 中華民國 日本來說 是戰敗國 好了 釣魚島 作為中國的領土來計 你有什麼理由 到現在 是被戰敗國去佔領治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們所謂戰勝國 面目無歌 到今天為止 台灣的中華民國 都認為釣魚島的主權 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是的 多年有爭議的就是 舊金山和藥 但是這些我們不說 我很關心你 你這麼搭水 不如你請我吃飯 做善事好過 你出了這麼多錢 你當時保釣大聯盟 你記不記得 因為你要跟泛民主派另一個 保釣行動委員會 互相 保釣聯委會 保釣聯委會 你那個就是保釣大聯盟 我記得 陳旭祥那次是大船 保釣的時候 我已經在商談說 我說不要去 你明白嗎 有什麼意思 我都是保釣分子 70年代初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我們的示威被警察追 被港英警察追 我都很記得清楚 陳旭祥還小我一歲 那時候我們都是保釣分子 那時候你知道保釣 都在海外掀起波蘭壯闊 在美國那邊 美國最厲害 我們都是保釣分子 當年 為什麼後來發覺 就是保釣什麼 你現在跟他們共存共榮 還有你說釣魚堂 人家經常在那裡起燈塔 那些政客可以上去釣魚島 你上去 有些未上去就刮老襯 有些上去就被人拔下來 像精色整面 五星期在那裡 然後就要走投了 還有一段可笑的事情 有幾年 早上來講 七八年左右 在浙江福建沿海 竟然間有些邊防口號 防火防渡防保釣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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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還笑得學者 劉孟雄 我覺得你很好 你又要掩 那你目的何在 即是告訴別人 這個國家的主權很重要 領土是一串一不能少 老祖中流下來的 這個就是 習近平的講話 你很同意 所以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一個愛國人士 你就誓死要保衛釣魚台 我不僅僅說我銀河包 出錢出力去支持補釣 在2011年 2012年 連續兩年的三月 三月的兩會期間 我是提補釣提案 史無前例的 我發起補釣提案 那時候你是十一屆全國政協 沒錯 在那時候 我的提案 我直指政府不作為公權力決爲 炮軍他 喂 自古以來 趙元統是中國的領土 你只有一個口水花來噴噴 沒有一個事實的存在 行政的存在 法律的存在 所以我主張要派公務船隻 海監樹如正船 生日釣到十二海里 輸出主權 我個人 對當局的不作為 公權力決爲 我一樣炮軍 我作為一個 曾經都補釣的 一個人 現在老爺 我也非常欣賞 劉夢 長期 出錢出力 支持這個補釣運動 但是我覺得 很愚蠢 為什麼由這個話題開始說 就是剛才那段影片 你離開監獄 在門口接你那些 全部都是補釣人士 他們覺得你對補釣運動的貢獻很大 對不對 我就去接你 我說補釣不分左中右 對 不分左中右 由現在的說法 要換來講 同意 即是 你跟我們 以前說 七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那個想法 其實現在已經是不同的 很多人 雕魚台 關我差事嗎 很多人覺得 對不對 例如我們香港人 香港近時都會說 有些人 所謂的民族主義者 也好 或者就算他愛國 但是他反共的這些人 他都覺得 這些是外母 對不對 你給外力去侮辱你 你當然要去 保衛這個國土 但是今時今日就不是 但是我保衛香港 我保衛不了 保衛自己也未能保衛得到 剛才那段片 就是你脆肉 這個就是2016年 你因為這個所謂妨礙司法公正 意圖 意圖 妨礙司法公正 只不過是寫信孖叉689 抗議他 這個就是搞政治迫害 其實公信裡面很簡單 是一段說定我罪 他說我呢 是要求停止指控 但其實我那句話 那個原文就是 你必須立刻停止 追政治迫害為目的 但是為什麼 雞蛋裡面挑骨頭的 無理的指控 就是這樣 當時你法庭也說 是啊 當時你做這種行為的時候 你自己寫這封信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想過有機會 給他 就是告你妨礙司法公正 因為他當時 我想問你 當時有沒有一絲一毫想到 就是說 完全是激於一時的情緒 就是說 我捧你做特首 啊 你來搞我 接二連三 不是 最主要就是 那個 本身 他 在那個 2013年 1月8號 晚 ICAC 就請我去喝咖啡 那你就是 那你就是 無告我 說我呢 串謀貪污 串謀什麼貪污 說我在那個 那個 那個 632 東方明珠石油公司 那處 的副主席期間 是串謀貪污 那我不是 當時在北國已經拍桌了 我身為 國際資源 1051的主席 我又對著 48億的現金 我都能夠 一身正氣 兩袖清風 你說我去兼 那個 632的副主席 去串謀貪污 我632有什麼 只有48萬的現金 後面負債 五千萬 我去串謀 去貪污 串謀的意思就是 扳謀黃毯那幫人 來到後方 48萬的現金 還要後面有 五千萬的負債 是不是 荒唐之極 我知道 所以他就入了 六八九數 寫信抗議他 香港是一個 法治的地方 有人會這樣說 那你有沒有犯法 就等法庭去判 或者他有沒有 夠證據起訴你 他就起訴你 後來他就起訴你 結果是法庭判了你 沒有罪 但當時你覺得 他 ICAC 去就這宗 後來是沒有定罪 無罪釋放的 這宗官司 三個八匹 可能你都覺得 我還是沒事的 那你才發炮 但你發炮這個動作 本身在香港現行的法律裡 你會有很大的機會 被人說你避免 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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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仆心仆命 甚至乎你都公開說 是我介紹中央這個人可以做特首的 你記不記得你說過這些 一直以來 大家都認為 你是梁振英 可以做到行政長官的其中 最大一個支持者 可以這樣說 那時候你還拔壞王軍去 但到最後 你是不是用一個傳統中國人的想法 就是 大哥 你要喝水是完 是不是 現在你做特首 就是最大權的 那你現在 坐視給ICAC來找我 是不是 我純粹想問你 當時有沒有想過 有想過 喂 會出事的 不是 沒有想過 你所說的話 因為 沒有把真相的事情 去反映出來 所以難怪你得出這樣的印象 不是 不是 因為在法庭裏面 還有一件事 是有報道過 但你們一天就忽略了 等一下法庭上 我們就休息一下 你再說 歡迎大家收看 今集的嘉賓就是 劉夢雄 夢雄大師 我記得你有一個經典名句 叫做拍錯手掌 燒錯炮掌 投錯票箱 撐錯老娘 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 你寫這封信給老娘 當時你的想法是甚麼呢 一般人以為 我寫信給老娘 當然要說 你輔助他 上位有功 這樣也不給面子 這樣也去搞我 以為是寫信去怒斥他 因張仇報 其實不是這回事 就是因為 2013年的1月8日晚 ICAC請我喝咖啡之前 一個星期發生了兩件事 都是跟689有關的 第一件事就是 在1月2日那天 有位報界的高層 而且是左派的報界高層 打電話給我 他說 武雄怎麼回事 聖誕到元旦假期 我們百家自律智庫 準備搞卡拉OK活動 打電話請CY過來 你知道上一次他也來過 這次他說不來 為什麼 他說 劉武雄對我批評不留情面 而他自己又有很大的問題 有他在這裡我不去 究竟你甚麼問題 我說 我早 過多月 他還寫信給中央推薦我出入 下屆全國政協常委 我說現在說我有很大的問題 甚麼問題 所以我自己的心都打得到 接著到了1月7日 又有另一位報界副總圈測 打電話給我 喂 毛鴻大師 收到封 說 次外不喜歡 你插他 準備交易的給你探 小心點 好 所以就說 在1月8日我無緣無故 你前面已經收到封了 就交易了 兩次 兩次封 所以 這樣才是寫信去 去訪他 有可能是他吹風出去 你就中招了 對不對 中不中招 好了 我想著 任何情況下 我可以 如果法庭認為需要 我可以請這些人上台去作證 就說 發生在2013年的1月2號 1月7號 他們是不是有打過一個預警電話給我 因為我為何會寫信給他 不是寫信給你呢 不是吧 因為他是特首 而是因為已經有預警說他要搞我 但是這些預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他的理由太過不成立 如果按照你這個說法 就是兩個報界的人 是吧 那麼 他又沒有說具體的事情 說會搞你 是吧 怎樣搞你 那你就當說 這些就是預警了 然後你就 東方明珠那件事 ICC就找我了 所以你就寫信給他 因為你覺得這個就是 喂 已經有預警了 是的 他準備做這件事 來搞你了 是的 而且那個 那個 就是 在那個告我那個 所謂的串謀貪污 是 ICIC講明是唯一指號 任何人都想想 我面對48億現金做主席那裏 我都不去跌一分錢 我會來一間 只有48萬現金 負債5000萬公司去那裏 那裏 我覺得他砌三豬肉 砌得太過離譜了 我們就不要花時間 我知道 所以我才會寫信給他 因為你已經沒有罪了 那單案 你再去解釋那些單案 你沒有做 你沒有去支援 沒有去支援 沒有去支援 一般人 以為我 應該會寫信給他 那就是他搞你 說過難聽一點 你就算不寫這封信 你在法庭你還是沒有罪 他就是搞你不到 就算當這個是要來搞你的 他都搞你不到 是吧 他搞你不到 因為你剛才說得很清楚 他會寫信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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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寫信給他 還有一個時間的節點 大家市民不一定清楚 因為那時是1月8日 還有三個星期 1月29日 全國政協常委會開會 當時已經有港澳辦的負責人 跟我打招呼 就會安排我出任全國政協常委 或者是 比如說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那些事情 那就是我覺得 做了三個星期 是吧 就會更上一層樓 你現在在這個節點去搞我 就是說 不要說更上一層樓 連連任機會 都被他撞上了 我覺得裡面都太狠毒了 太過沒有道理了 如果你說 劉武雄你追求女兒 這樣就搞我 我都要照頂了 沒有問題 因為你喜歡追求女兒 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 你用那些 我都不是罪 大哥 你就是說 這些48萬的現金 5000萬負債 這樣去屈我的 是不是太過離譜了 罰都有火的 那件法庭就是 判了你沒有罪了 但是因為任何一個人 在根本上 知道自己是沒有罪的時候 被人這樣去屈 而斷送政治前方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 你慶了 慶了 慶了 你曾經接受這個 楊江 時務周漢 時務周漢 這個訪問的時候 你就爆了這些事情出來 是不是 你爆了這些事情出來的時候 其中有提到行政會議成員 全國政協常委 這些 老實說 這些都是他提 都是他提 但是你 你認為他一定做得到嗎 你當初 不是 在那時候 你認為他一定做得到嗎 不是 他寫了一封信 你說有證據 證明他曾經寫過信 給中央 推薦你做政業常委 是不是 你是十一屆全國政協 然後你就不可以再連入 全國政協 已經打算做常委 更上層樓 出了那件事 就是ICAC那件事 去處理 你那個 要還我清白 要一段時間 我記得 香港特區政府的公職 諮詢機構 你都有做過的 包括這個 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中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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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全職顧問 是不是 在體制裏面 那你是憑什麼 入這個體制裏面 就是因為跟他的關係 是不是 不是 那時候我做這兩件事 是曾蔭權做特首 跟六八九毫無關係 就是跟六八九毫無關係 就是跟六八九毫無關係 那是曾蔭權委任你的 那是 那是 兩封的委任狀 都是曾蔭權簽署 那為什麼他會委任你呢 當時曾蔭權 就訪問香港 那當時他出席完特區政府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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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第三道菜 他就退場了 就回去了那個 他所住的海日酒店 紅磡海日酒店 就去 接見誰呢 接見 鏡布的董事長 徐四萬 1949年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那 我不知道這件事 第二天早上 徐老 就找了我過去 他說 昨晚 曾慶紅副主席 見了我45分鐘 曾蔭權特首都陪同在座 45分鐘當中 我花了15分鐘 去舉戰你 木雄 這個 人才難得 跟我這樣說 所以隔了兩個星期 曾蔭權 寫了一封委任信 委任我做中央政策組 非全職顧問 後來 再做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這些就是順理成章 夢熊哥 是很坦白的 其實這也反映了一件事 所有這些諮詢機構 那些成員 全部都有背景 曾慶紅當時是國家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 加上主管澳小組組長 管香港管港澳小組組長 即是韓正的位置 之前張德光的位置 沒錯 很厲害 即是他在談了之後 提到你老哥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中央政策組 非全職務問 又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我們提到這件事 你都做過政府的公職 後來梁振英參選的時候 你有全力支持他 我記得有一次 我和你通電話 特首選舉打得很激烈的時候 你跟我說 他說 玉文 梁振英正在贏了 你記得嗎 你也打給我 還有 你幫他幫到什麼程度 唐英年那個大宅 潛建事件被揭發之後 你厲害 你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去現場派 你明白嗎 然後你就打電話 給牛叫社民 那些人去現場 你又打電話給我 但我拒絕了你 我沒有去 因為我要保持一個 相對比較中立一點 你幫到他這樣 另外大家都知道 那個所謂黑金飯局 又牽涉到你老人家 那個桃園飯局 你也要背負很多 譬如說 在社會上 有些不同的評價 對你做這件事 但到最後就反目收場 不但反目收場 還要因為妨礙司法公正 就坐了一年間 你現在是 喂 那戲很不順 但我認識的劉夢 他是一個自信心爆棚的人 你知道嗎 就算他坐監之前 他也是很有英雄氣概 坐完監出來 一樣很有霸氣 現在就繼續 當官司就要上訴到底 那我們就不說官司內容了 你自己有沒有去思考 後來有沒有想過 你支持他 你後來就說 你看 2013年的時候 你跟他翻臉之後 你看看他做的事情 我現在就笑錯炮獎 頭錯路兩 那你自己有沒有想一下 當初做這件事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這樣支持他 你真的是不是看錯人 事實上來說 我是人 不是神 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的時候 你只有梁振英 唐英年和何俊仁三個 給我們選 其中呢 何俊仁中央就淘汰了 但是你要選的話 是給你選 不是給我們選 我們是無得選 唐良之爭 其實來講 因為唐英年 本身是曾蔭權政府的第二把手 如果是董事長 是董事長 他是總經理 但是你知道 在曾蔭權政府的末期的時候 那個深層次的矛盾 社會的地產霸權 貧富懸殊 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妙無等等 已經令到社會覺得要改變 好了 改變的時候 你說 那時候還沒叫做689 比CY 689是他做了之後 你幫他改的 那時候還沒叫做689 CY提出他說 你要穩中求變 這個來講 讓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更加公平 給各界階層的人去分享 在這些口號的時候 是比較動聽的 當時我記得有一個民意 到最後階段 特首競選 最後階段 他的民意是高達55% 而唐英年就剩下15% 也是有巨大的差距 所以在那時候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其實裏面來說 都曾經在 2011年的9月12日 那天中秋節 中午 唐英年就請我去官邸吃飯 但問題就是 整天吃中午飯 那天過獨共度中秋的時候 他沒有說到 面對香港這個深層次矛盾 他有什麼良方妙計 來去拆解 他只是跟我說紅酒 你知道 在我自己的思想裡面來說 如果未來的特首 不是跟我說他的正綱 理念能力的話 只是說紅酒的話 那你說我怎麼去支持得下呢 所以就變成了 在那時候 由於CY在2010年的3月 現在在北京兩會期間 就問了我私底下 談了一個多小時 一早就收拼了你 不是 他表明要去馬 也跟我說了他理念的事情 你聽我說 他找你這支大炮 他計算那條數是有好處的 不是他都不會找你 我們一會兒 他就說 梁振英身為特首 他收了五千萬UGL的錢 有人說這個不是資產 老實說 燒五千萬的陰絲紙給你就不是資產 但五千萬的銀子絕對是資產 廉政公署也好 香港稅務稿也好 必須向七百萬市民解釋 是不是搞雙重標準 不要以後你們說我們是香港人 應該說我們是大灣區人 荒謬論如何都提出來 我就不覺得這些概念裡面 能夠站住腳 因為在過去這二十年來 我們香港同胞聽得多了 到現在 范豬國三國 這個九加二 移金安在在 影都沒有了 其實你看到毛鴻哥 最近這些直播自拍的片 你們看到那些言論和以前 都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我不說改善 或者轉態 不說這些 信錯老兩 投錯老兩 當然 剛才 我們在上一次結尾的時候 他就說了天花龍鳳梅 找中求變 這個和這個比 這個就是 副二代元胡子弟 只會喝紅酒 那個呢 口號很漂亮 我就中了一招 其實也不是 原來他已經找到你了 當然了 這個已經是拘枉意了 人不斷要吸收教訓 至少劉武雄有一個好處 就是 他真的走出來說 喂 我拍錯首長 就燒錯炮長 是吧 投錯票箱 就撐錯老兩 十六個字 說完 我覺得他認衰 還兼向七百萬香港人道歉 這個 認衰 他撐這傢伙 是吧 還有後來你真的看到 那幾年他做的事 是撕裂的社會 是吧 就是你吹大那個港獨 然後你就搞到 現在就真的有了 對不對 現在的年輕人 全部都是有這種 所謂自決、自主 甚至是港獨的思想 很多 那你怎樣挽救 你作為一個外國人士 你這麼反港獨 政府有甚麼符 你告訴我 是吧 譬如我這個台 我給一群年輕人做節目 都說我港獨教主 屈得就屈 那我沒甚麼所謂 我都活到這把年紀 我又不是很計較 這些事 你說甚麼都行 但是整個時局 是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剛才看過那段片 其實你之前這些片 這個是一個片段 我們剪出來 其實前面還有很多前文後 其中一段 就是你批判梁振英 UGL這五千萬 其實我覺得民主派 它是走錯了方向 你現在去眾籌一筆錢 接著就去英國 又去澳洲 你叫人查這件事 人家有得查 人家就實查 對不對 問題不在這裏 焦點就是 他在香港現行的法律裏 他作為行政長官的時代 這個就很明顯 已經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罪 大哥 你根本都沒有申報 是不是 你剛才那個說法 對 五千萬陰獅子 就不是資產 大哥 五千萬元兜兜 那當然是資產 你一定要申報 我給五千萬陰獅子 如果你申報 那就說你神經病 五千萬貨幣 為何不申報作為行政長官 關鍵是在這裏 你被他陷害過 又欣賞仇報 現在這宗UGL 我們在想的 其實可以用私人檢控 你有沒有問法律界人 有沒有從這個方向想過 其實泛民眾籌之後 他們去英國、澳洲的事情 你說得沒錯 他們掌握不到焦點 甚至有些人 為何會被他控告呢 因為說到他虧貪 為何我罵他那麼多次 你聽我說 我罵他那麼多次 他都不敢說法律師信給我 因為我沒有說虧貪 我只是說根據基本法第47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就任時 須向中審法院首席法官 申報財產 記錄在案 你曾蔡英權 因為在行政會議時 有一份正在討論的租約 不要申報 這樣就變了落禍 他不是只有租約的問題 就是那個業主 就是要申請一個 數碼地面聲音廣播的牌照 你要申報 因為可能會有利益的衝突 你要行會申報 前因後果是另一件事 核心的性質就是沒有申報 同樣的問題 我不能說那麼多的 什麼毛金握手 什麼七七的東西 梁振英 你做了特首半年收200萬英鎊 再做多半年收200萬英鎊 加上5000萬 是在特首任內的東西 你按照基本法第47條 你是不是要向首席法官申報財產紀錄在案 我當他沒有申報財產紀錄在案 這八個字 除了你說得對 你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你要向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申報 另一方面 你作為行政長官 你也有責任向行政會議申報 尤其是在開會討論牌照的時候 你明白嗎 因為牌照雖然由通訊局決定發 但是最後的主席法官是在行政會議 就是行政長官匯從行政會議 根據通訊局的建議 然後才發牌給所謂持牌人 你租他的地方 或者簽了租約 你應該要申報的賴 所以後來告他收受利益 他們就告不入 還有 我也不知道香港律政司 或者廉政公署搞什麼 因為同樣張蔭權 沒有申報到 和黃楚彪 東海花園那份租約 那幾次的行政會議 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 他本身是黃楚彪東海花園的大德良行 是他們的物業管理人 那這件事竟然也沒有新報道 他可能陰露震 到現在都沒有被追究 所以我曾經在我的視頻中說到 相同標準何以復天下 就是這樣 我覺得 我又不想說你老襯 說得好聽 叫君子可以欺其荒 說得不好聽 你也很老襯 被這個人搞到雞毛下面 幸好今天你看到劉武雄 你還要哭哭聲繼續 這個人自信心爆棚 沒得頂 你和我呢 有一個共同點 熟讀歷史 我經常這樣去比 比起袁崇煥 比起這個岳飛 比起彭德懷 他連命都沒有了 我算偷笑 一年而已 又減肥 走出來還哭哭聲 念首詩給你聽 但是老實說 你真是被他 這個岳是被他陰道的 大哥 他有什麼好處 他連連任都沒有 別人是董建華好 真任權好 都可以連任 是不是只有他沒有連任 他真的沒有連任 什麼原因呢 這個暴影就是這樣 為什麼他沒有連任呢 共產黨覺得這個人 比你做多五年香港就很糟糕了 是不是應該這樣想呢 尤其是香港現在 大家都看到 香港的極左思潮很厲害 蒙哥 我見你最近年 林鄭月娥 你也罵她的 他的 劣質管治 後患無窮 是吧 按道理來說 你想一下 你去對付那個 陳豪天 對付FCC 兩個 對香港的根本利益 哪個影響更大呢 這樣 你到今時今日呢 你都沒有任何說 拘捕過陳豪天 去審過他 去判過他 但是對FCC的副主席馬海 先是吊燒他的工作簽證 然後就拒絕他入境 你變成得罪了國際新聞界 令到美國國會 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 質疑你香港的一國兩制 質疑你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 這些事情 是不是很老襯 你就算說陳豪天 他也不能告陳豪天 不是呀 根據言項的法律 你告什麼呢 當然可以告 我說策略上 我是跟香港對大局出發 不要搞到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印象那麼惡劣 如果我做林鄭 我很簡單一件事 明天中陳豪天去FCC已經說了 今晚警方出動 高調地拘捕他 陳豪天 現在告你 2016年8月底的時候 你參選立法會的資格被選舉主任 否決之後 你沒有得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 抖襲了兩千多人 在政府總部天馬公園 在旁邊舉行港獨集會 現在告你 非法集會 非法集結 組織非法集會 組織非法集結 公眾場合行為不當 左差辦公 那些不是罪 罪不罪就好了 是不是警方可以扣留你48小時 他不是去不到外國記者會說話嗎 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要 特區政府 不要去公然跟FCC作對 去針對他們 這樣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惡劣影響 如果一定要處理的話 兩權傷害取其輕 我只不過是這樣去認為 兩害傷害取其輕 兩害都是害來的 你抓陳老天 你用這樣的罪名抓他都是害來的 雖然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我不知他那件事是怎樣的 那天 他可能有申請 那天在港獨集會裏面 在鐵馬公園舉行 黃色 紫綠色 藍色 藍色 有兩種情況 香港獨立 香港獨立拆滿了其次的 香港獨立 現在說香港獨立也不犯法 非法集會 非法集結 非法集結就可以 參加未經批准的集會 那條我都被人告過了 那個呢 你說在策略上可以做 但當時為什麼他不做呢 當然我覺得他 第一可能沒那麼聰明 想到用這招 中央一定要他做事 一定要做事的時候 我可以做陳浩天 就好去做FCC 對香港的損害 沒有那麼大 即是做陳浩天都有人吵的了 你都硬來的了 大佬 但對香港沒有那麼傷的嘛 那就是說呢 又是那句 令陣外人不遇家佬 不是 我們就是論事 從策略上考慮 怎樣對香港的 關門家狗欺負自己有 對香港的 跪下 他又跪下 又不通的 不是啊 你為什麼呢 你 說話那個 是沒有去追究 這個林鄭月娥 你聽說林鄭月娥 是可以駁你的 我是給孟雄 你是事後恐明而已 對不對 人家去請他去說話 政府覺得不妥當 就說話 是不是 發聲明 批評 然後覺得這樣也不夠 你不要留在香港做事了 對不對 再這樣也不夠 入境都不讓你入 這是後來的事 但是你當時怎麼會預計到你後來會做這個動作呢 我的意思是說可能他也有壓力的 是不是 你的說法就是你如果聰明一點就不要搞外國記者會 是不是 你就去搞陳浩天 我告訴你 我不是事後裏面 事後諸葛亮 而是一開波 陳浩天說要去那裏的時候 搞得肺肺洋洋 外交部這個駐港特大部 你有沒有打電話給他們 出謀献測 我 有沒有通過有效的渠道告訴他們 你適宜這樣做 有朋友徵詢我的意見 我告訴他們 這些新聞 他有沒有傳達 他有沒有傳達上去呢 據說說有 這些是新聞 浩天你聽著 夢鴻大師曾經 通過這些有關係的人士 告訴特區政府 你不要搞別人的外國記者會 你不如用非法集結 搞陳浩天好過 這招就高了 我意思就是一個前提 肯定中央叫林鄭做事 林鄭一定要交代 如果他問我的話 你做這件事 其實兩件事對香港有損害 但是你以非法集會 非法集結 組織非法集會 組織非法集結 去質疑 陳浩天兩年前 在鐵馬公園的港獨集會 變成這樣做的傷害 遠遠 來說是低過 你去搞別人FCC 搞一個國際記者俱樂部 就是國際記者俱樂部 現在老實說 大家看到的後果 美國人一定會支持這班 我曾幾何時是外國記者會的會議 那班全部都是很有代表性 我們叫做一些合法人員 你明白嗎 有紐約時報、有CNN 全部都是這些 你想想吧 你哪有好處 你可以得罪這些人 剛剛前幾天 英國國會也討論這個問題 在國會裏面 所以你就是 看到的後果 他呢 就看不到的後果 就是這個意思 但我又極不同意 你說要搞陳浩天的 休息一會兒 現在很簡單 香港人一定是抗共的 現在共產黨 是整個中國的主導 那就等於有抗中 很簡單的道理 這是必然的 這是物理的必然 你又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尊重兩制差別 兩者不可堅持中華人 中華民族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呢 說這些全部都是唸口謊的 你現在說那些 是教條來的 你身為立法會議員來說 對《基本法》裏面 一竅不通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一竅不通 大家鬥背吧 還有一個問題 一竅不通 你說話 我為何要鬥背 我說基本上第一條 你所說的 我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行不行 因為 我還有一個 這是你的宣誓 宣誓我沒有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起 大家細詞 我改了 你真是沒有讀書 你改是無效的 非法的 你是瘋了 我一樣是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你投訴過我宣誓改世詞無效 這個行政權 這個立法權和獨立司法權 是來於 基本法 所轉述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人民政府的授權 你停一停 我最後一個問題 才會有我們的香港的港人治港 這個2012年10月 那個時候 劉夢雄打算 政業常委 有得做 行政會議 成員有得做的時候 梁振英 就任了做行政 你掌握幾個月 誰知在這個2012年10月這個節目之後幾個月呢 其實三個月左右 2013年的年頭 年頭而已嘛 就反胎了 不夠三個月了 政治就是這樣 人在江湖有時候看看 其實夢雄跟我私交不錯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但是有些問題 大家的意見就很不一樣的 但是剛才說到那個港獨問題 其實我記得 劉夢雄也跟我說過 叫我去FCC 反港獨就行了 怎麼搞這麼麻煩 是呀 我是反港獨的 你給我主張港獨的FCC說話 你接著就請我去 那就可以了 你如果特區政府 如果懂事 那你就找FCC 你找了陳豪天 他在提出港獨主張 香港言論自由 我們沒有符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港獨是不應該的 這些港獨言論 那你可不可以平衡 我們就找一個反港獨的人來講話 這樣就不用交到議題了 事實上去年 我都去中文大學的學生會 做過反港獨的演講 我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有命令 要做事 我和你講這些 所以就說一定要做事的時候 他要做事嘛 做陳豪這個世界 我都反對他 他是我這個節目主持人 我一定是 你自己都說的 中央一定要做事 我不是說客觀現實 我不是認為他做事對 他做事也不對 一國兩制言論自由 就像我們最近去台灣官選 我那天的遊覽車 去到這個 大同胞人 因為有一個空檔的時間 一個行程 去到101大樓 叫你下去拍照 38個也是我們那個團 有一個人 五星旗 穿著矮放裝 在那裡 那些警察就在周邊 怕有事 另外一堆就是法輪功 喂 這個就是言論自由 大哥 有人去買去跟警察投訴 有甚麼搞錯 這裡是中華民國 為甚麼他在周邊 這樣那個警察 他沒有犯法 你明白嗎 喂 香港不是希望可以是這樣的社會 你明白嗎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你在反港獨之餘 其實我多次在這個視頻都說過 無論中央政府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尤其是689 要反省一下 為甚麼這幫 包括陳浩天在內 這幫年輕人 他們回歸 即是21年前 是幾歲的小孩子 為甚麼現在 他不是人心回歸 而是去講港獨 講義權 這件事 你作為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 反思 要反省 誰知過 我曾經有提過這件事 我覺得最近 尤其是17年 畢業出來之後 你的言論 比我還要跟以前的一年左右支持 中共 我又要幫你糾正 是其是非其非 一貫論作風 在2008年 你做全國政協 你跟我說這些 你做全國政協的時候 你不是作為一個 肝膽相照 互相監督 我做今次的政協的時候 榮辱與共 互相監督 是不是這樣 那倒不是 社會上 都可以 那你政協就是這樣 2008年7月的時候 全國政協 我在香港寄了報紙全版 我為人民保育夫 效果中央財金當局 動用3762億美元 買入兩房債 叫支付抵債 揭他的黑幕 這些叫做自反貪官不馬 那 自反貪官不馬 2010年 11月 我都前版廣告 非法的法 無罪的罪 為了趙連海新冤 那次我印象最深刻 那次我印象最深刻 趙連海時機 不能連任 我都要出這個廣告 但是 我告訴你 孟雄 那時候 始終你都是 在一個體制 所謂體制內的人 是不是 但是你現在 不是在一個體制內 你說話比以前自由很多 加上 你比這個689 這個混蛋 中國 這個是 喂 全國政協副主席來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全國委員會 副主席 是啊 令計劃都曾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來的 是不是 對 你沒有了這個包袱 你說話跟以前就不同了 我覺得 但是你始終是一個 親中 有共 我形容你就是 有共不是誘惑共產黨 是有共 是朋友的有 真有的有 真有的有 對不對 這個你覺得是不是 是啊 你也是希望他 可以改善 有很多東西 比如你對這個 中美貿易戰 你也有你的看法 我看過那些視頻 是啊 你覺得 喂 你憑什麼 跟美國拿在這裏 以牙還牙 是啊 你憑什麼 知己知彼 大哥 你要以牙還牙 你數一下你自己中國有多少隻牙 美國有多少隻牙 就以去年來講 美國來中國的貨品是一千三百億美元 中國出口在美國是五千一百億 五千一百億美元 差三千四千億 換言之來講 中國來講只有十三隻牙 美國有五十一隻牙 這個比喻 十八至十三 對之後 你中國變得沒有牙婆 人家還有三十八隻牙 這個比喻 你說以牙還牙 你精我多少關稅 你精我一千億 我精你一千億 然後你再精一千億 你已經不夠了 還不夠了 總共是一千三百億 美國進來 所以這次在知意 甚至阿根廷這次所謂特集會 我覺得這個是貴的 等於是 事實上呢 貴也好 不是貴也好 你不用說貴字 不是 我那個核心問題是什麼呢 它有一個難題 就是今次九十天 是要在結構性改革方面進行談判 講到結構性改革 這就麻煩了 你比如說很簡單 可以零津貼 美國提出三零兩庭 一允許 零關稅 零補貼 零壁壘 然後停止 盜竊知識產權 停止強迫以市場換技術 然後允許 美國在華的企業 百分之百毒資 這是對等的 不是美國單方面要求中國這樣做 美國同樣對中國的經驗開放 問題就是你做不到的 人家可能做得到 開放市場 正以開放市場來說 零壁壘 包括互聯網的市場 大佬 人家Google WhatsApp 推特那些 你經常都死了 你還要宣傳什麼 你還要靠個名秘博 還要說什麼 三年的災害 治元災害 人家說 人家那些 公共的資料出來 那三年 五九六零六一年 風條雨巡 劉少奇都承認 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 餓死三千七百五十萬人 真相一公佈的時候 你又不是誤誤公司 這件事很難搞的 你這九個月 你要做個考生 不是九個月 九十日 九十日 你這九十日 你要做個考生 去回答這些問題 但是很難回答 你說零補貼 那些國有企業 你知道 虧損累累 經營不時 為什麽呢 這是基於一個公平貿易的原則 很多人看不明白 補貼就死了 你說劉夢鴻 你是一個金融界的 都算是很癡心的 金融界的人士 很清楚的 對 說到這幾個條件 雖然是對等 但是別人可以做得到 你呢 就未必做得到 不要說別人 墨西哥都可以做得到 你真的知道 中國的合國力強 比墨西哥那麽多 墨西哥做得到的事情 中國不敢去 這也是嚴重的 接下來就 華為的女兒 又被人背 對 所以現在呢 其實呢 現在這個世界 跟這件事是很不一樣的 第一 你自己以前是閉關自首 那什麽都不關你的事 你一打開門 或者參加世貿之後 你就要搜到別人的遊戲規則 是嗎 你又要拿好處 你又不搜別人的遊戲規則 不直接這樣啊 一方面說 馬克思是對的 是吧 消滅私有制 一方面說 私營企業 這些是我們自己人 那麽我問你 但是習近平 哪一樣是 習近平在11月份都見過那些 所謂開過一個私營企業 什麽私有財產 就是在那個 座談會 私營企業 是我們的自己人 那麽 但是你又說 馬克思是對的 公有制 公有制為基礎 公有制為基礎 是我的私營經濟 大家 要以公有制為基礎 因為那時候 你知道 你最清楚 因為不斷傳出 要消滅私有制的聲音 那麽 那麽那個座談會 其實就是用來 告訴大家 私營經濟 我們都很重視 一樣是 我們要繼續發展 公有制為基礎 你零補貼的話 做什麽公有制 例如第一汽車製造廠 一定沒有 那麽來講 虧損累累 缺乏品牌 完全是僵屍企業 不久前 幾個月前 十六間國有的商業銀行 聯合集中了一萬億人民幣 支持它 做一個信貸額道 喂 這個一萬億人民幣 我計算的 可以足以將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廠 全部收購 做卓卓有餘 你說這樣來 撐法來講 為什麽解決 如果一旦是零補貼 那些國企 以你的觀察 或者你分析 那麽怎麼去 所以九十天之後 這個答卷 其實就是兩樣 一旦來講 你就是答不到 你的答案 美國人不收貨 那麽兩家就決裂 然後進入一個所謂的冷戰階段 將你打回去閉關自首 那個時期 好了 這個就是所謂改革開放 就變成了 綠花流水出去也 這個是最嚴重的效果 最嚴重的 另一個就是什麽呢 就學會2001年 朱鎔基在美國裏面 去世貿關鍵談判的一役 托塔的答應 什麽都照簽 簽了才說 過得開神仙 看看特朗普裏面 會不會學 克林頓 奧巴馬 我看就不會 這個人 這個人一定不會 如果你觀察他這兩年的所作所為 不單止是他 即是說特朗普 那麽聰明 你到處結集那群 這個納瓦羅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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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群裡面 還有現在的問題 誰說 那個萊特希澤 全部都是對華鷹派中的鷹派 沒有辦法 他一開始的佈局 已經是這樣的 好了 我們時間的問題 其實我也想說一說 最後 就是現在整個 中國的形勢這樣 香港現在 對香港很悲觀 我個人來說 現在看到整個政治的發展 趨勢 你在香港 甚麼時候才可以有機會 好像有些地方 甚至好像台灣 你看到你的選舉 人民可以作主的 你的特首 又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 現在搞到這樣 立法會基本上是廢的 有甚麼解救 你這些親中有共人士 我們當然反對派 甚至乎我們這些激進的反對派 但我現在已經退出政壇了 我們都沒有任何影響力 有個台在說話而已 你老人家 你覺得 你香港還有甚麼前途 你覺得 香港的前途在哪裏 香港的前途 給你一分鐘時間 是 是 我覺得我們香港人 在現在 中美貿易戰的矛盾加劇 衝突升級 這樣的情況下 要自求多福 大家要堅決 團結一致 抵制的 全面管治權 八三一決定 這些 左的東西 這些是從左的方面來 令到 一國兩制 變形走樣 那些壞事 所以我覺得 泛民主派 不知道為何這幾年來 都沒有集中 在這個題材裏面 去做工作 去動員群眾 所以 令到國際社會 質疑香港的 一國兩制地位 和單獨的關稅地區 你覺得國際社會有沒有影響力 對國際社會 質疑香港 有沒有影響力 有沒有影響力 對中共有沒有影響力 我認為是有影響力 因為當著 如果中美 90日之後 談判是破裂 正如保議心所說 會進入一個 全面冷戰階段的時候 香港是客觀上 被中共認為 有一個利用價值 就是安全島 太平門 被瘋狂 所以 我們就在 那個結論就是 在香港 危中有機 就要靠中國 不是靠中國 靠中國 趴街 這個說法 我覺得 香港人 我們覺得 應該有一種 不要妄自揮霍 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你們的說法 就不可以說 勾結外國勢力 現在國際社會 已經非常關注香港 很明顯 大家也看到 不管它是由於什麼因素 總之 又加上這個 所謂中美的貿易戰等等 孟雄就說 香港人要自求多福 看看這個貿易戰 未來的發展 如果香港 因為這個貿易戰 或者國際社會 對中國的 態度的轉變 也好 或者對中國 加強壓力也好 香港可能 就會成為一個 所謂的安全島 沒錯 沒錯 我們都要靠外力 真是糟糕 沒事 永遠都是 都要靠外國勢力 對 一個雞蛋 都要靠雞蛋 才變成雞仔 內因是變化依據 內因是變化條件 這是正常的 好 我們很感謝 孟雄大師 今天來我們的節目 大家 覺得很好看嗎 好笑 孟雄是厲害的 所以他做的事物 也有很多人看的 好 多謝你